台灣最有魅力的動物明星 大貓熊寶寶尹亞 今天已經滿167日齡 體重飆迫12.5公斤 動物園表示再過兩週 尹亞就將與大家見面 尹亞超盟的魅力連天后都無法擋 藝人將會親自改編新歌 尹娜的歌詞為尹亞 錄製成新曲送給尹亞當作今年的聖誕禮物 靈活俐落的上下七架 喜歡到處趴趴走 探險玩耍 尹亞出生已經第167天 貓熊館在上週開始閉館進行整修 要讓尹亞與媽媽媛媛 明年1月開始和大家見面 動物園表示希望大貓熊母女黨 彼此都能有更加的環境與空間 原本貓熊館就已經設置有木架大鞦韆 以及不同形式的漆架與水池 還有為了配合尹亞展示 保育園特製木頭床邊旋轉玩具 掛在漆架上 讓尹亞玩累時可以加倍奉還補棉具 最特別的是 可以讓尹亞練習攀爬的懸浮木馬 未來就可以看到熊騎馬的特殊奇景囉 尹亞成長的點點滴滴 讓台語天后江慧也成為尹亞的超級粉絲 江慧還親自改編新歌伊娜 將歌詞中的伊娜改為尹亞重新灌入 要送給尹亞當作聖誕禮物 尹亞的超萌魅力與江慧的溫馨嗓音 尹亞的超萌魅力與江慧的溫馨嗓音 在今年寒冬中攜手帶給民眾溫暖 新台北的電視 台灣台北整理報導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